我们看课本的217页 它要我们写出各角的名称 然后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好 在这一边呢 这第一个呢 它这一个叫做直角三角形 OK 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它有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 然后三角形 好 在这呢 我的第二个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 它是这一边 它肯定是等腰了的 然后我这一个 它是几长呢 它这一个几长 我也不确定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等腰三角形 它也没有讲什么东西 所以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拿尺来测量 或者是我们拿那一个 什么 那个两角器来测量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拿尺来测 拿两角器测量吗 还是尺来测量 我拿两角器来测量 OK 两角器来测量的时候 你看 这一个是多少度呢 这个不是60度 如果它三边都是60度的话 它就是等腰三角形 可是它这一个它不是60度 它在这边 它的这一个 我的底部是在这一边 这样 所以它这一个其实是64度 所以它它不是60度 它就不是整边了 不是三边都一样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还可以用尺来测量 你看它的底部这一边 它底部这一边是4.3 4.4左右 然后它的那个横的这一个部分呢 接近5 所以它的那个这两边 是一样的 都是5 然后可是它的另外的那个地方就不是 另外的地方就没有一样 OK 它是在这一边 是这样 这一个 OK 然后它在这一边 这个我移一下 OK 这一个是也是接近5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它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两边都一样 它是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腰一样 OK 等腰被等脚 所以第二个它是叫做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OK 好 第二个是等腰三角形 因为它两个地方一样 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OK 然后这一个呢 我叫它Scalon Triangle Scalon Triangle的话呢 让我找一下 好 这一个呢 我找了一下 在课本里面 它有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跟不等边三角形 所以 那一个是属于不等边三角形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个呢 是等腰三角形 然后这一个是不等边三角形 第三个是不等边三角形 第三个是不等边三角形 就是那一个不等边三角形 OK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们就有这三个名堂 OK 对应呢 是这三个 然后 呃 它要计算它的面积 它面积呢 你看 这边一格 两格 三格 然后这两个合起来 变成一格 四格 这两个合起来 变成五格 这两个合起来 变成六格 OK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想 它的底是二 它的高二是六 是六 所以它的那一个面积是 是二分之一层底层高 然后我拿到的是六 OK 所以这一边 我可以越准 好 这个就是六 六 unit square OK 然后接着的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是 一 二 合起来 三 合起来 四 然后 五 六 七 八 同样的 所以这一个 第二个的 它的那个 第一个的面积是六 第二个的面积 它是八 然后为什么是八呢 你看它的底部是四格 然后它的高呢 在这一边 它的高 这个高 也是四格 所以它的那个面积呢 是二分之一层底层高 二分之一层四层四 然后在这边 我可以越减 122 4 8 122 24 4 8 所以它是八个单位 乖 然后接着呢 这一题呢 我们慢慢的算的话 完整的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 我 这一个 跟 这一个跟 这一个合起来 是七 这一个跟 这个合起来 是八 然后 这一个 跟 这一个合起来 是九 OK 就是说 这一个 跟这个合起来 是九 然后 然后我的 这个可以合来 这一边 再跟 这个合来 这一边 这边 十 这个跟 这个合 十一 这个跟 这个合 十二 然后接着呢 这个跟 这个合 十三 然后我 这个跟 这个合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合起来 它就是 十四 这一边 这一个 这一个跟 这一个 合起来 所以它 这一题的答案 是十四 然后 如果我要 然后去计算的情况之下呢 嗯 我要怎样才能够计算 这个东西呢 我要把它分成好几个 那个三角形 我才能够把它计算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又心里想 如果我这样 我要用来计算的话 我这一边这样 过来 切它一半 没有 然后过来 这一边这样 切它 这个切了 这一边 OK 然后 再来 是哪里一边呢 这一个 这个是肯定有 这个肯定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这个没有问题 我可以这边这样切 然后 接着的是 呃 这一个 如果我要说它低跟高的话 哇 好高难度 我要怎样切呢 我这样切 这个是有一半吗 没有 OK 还是我在这一边这样切 这样 可是它这个也没有 没有满啊 所以它在这一边这样切 来到这一边 好吧 这样啊 所以我对这边有三个 所以我这边第一个 它一二三四五 五个 一二三三个 所以我的A1是二分之一乘 5乘3 然后它会变成15个2 我的A2的这边 这个是A2 我一二三四五点五 所以它这一边是5点五 它的高是二 所以是二分之一乘以5点五 再乘以二 我拿到的是5点五 这个其实是7点五 OK 这个是15个2 7点五 这边一二三四五 OK 好 嗯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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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 5.5乘2 然后这一个呢 A3呢 它是二分之一乘以 0.5 0.5 再乘以3 OK 然后它会变成3乘4 我有地方做错吗 这一边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点五 然后这一边是二 二分之一 5.52 然后这个是1.5 0.7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A6会是等于7.5 加5.5 加0. 0.75 8 13.75 83.75 UnitSquare 好 来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做错啊 好 来我们看了一下 ok 它在这一边 它的答案是直角 对角 对角 6.84 所以我的这个呢 它是 6.84 都对了 然后我的单位呢 应该是因为这边是CM 所以这个是CM CM Square CM 然后这个是CM 还有CM Square 这一个它会变成14 二分之一乘5乘3 然后二分之一乘5.5 乘 我觉得可能是我算错了 OK 好吧 嗯 题目其实它没有要求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算啊 OK 但是我用格子这样来算的话我算到的是14啊 嗯 可以 就是这样啊 然后 然后 可是它现在要的是 各角的名称 它不是要各三角形的名称 所以这个它是直角 这个是瑞角 直角 直角 瑞角 这个也是瑞角 所以它第一个呢 它要的其实是 直角 然后它旁边的这两个呢 都是属于 那一个瑞角 就这样了 OK 如果是这样 让我开始做出事 对 对 对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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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